那关于什么是有品质的研究 我们可以再谈更进一步的一些条件 也是接下来同学可以设为是自己学习的一个目标 那怎么样去辨别一个研究有没有品质 其实可以说有三个层次可以来去看 那第一层是其实只要是懂得怎么去读文章 试字的人都可以判别的一个条件 就是看一个研究的材料跟资料有没有公开出来 那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 像之前的作业就有鼓励同学去看看 有没有任何的科普媒体呢 去曾经有报导同学所所要调查的 某个原始论文的一个发现 那这些那目前就我所知道的华文的那个科普媒体 甚至是大部分的那个英文的科普媒体呢 都没有去顾虑都没有再去注明说 这个他们所介绍的这个研究呢 有没有把研究的材料跟资料给公开出来 那但是呢这个是让把研究材料跟资料公开 是确保一个研究有起码品质的必备条件 那我希望呢在今天上过课之后呢 同学之后再去在那个听到某个科普的讯息的时候 可以先去查先去查证 他所报导的那个原始论文 有没有任何有没有把研究材料跟资料做公开的分享 好那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就是要去 也就是要学这个实验法的重点了 就是要就是去检去看看 一个研究的方法 他是不是针对所要探讨的问题去设计 他的实验 并且呢这个实验是可以经得起重复的检验 那这个也就是在我在写的那个写的电子书的第一章 跟到第三章所要介绍的部分 在之后我会运用就是专题的报告跟内容 跟那个案跟案例的分析 来让同学知道怎么样去去做去去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好那第三点就是也则 则是可以从那个论文内容去论文报告的资讯去做判断的 也就是这个要看论文中有没有关于是考验力的资讯 好那什么是考验力在今天的这个是来是属于是统计学的观念 那这也是我希望同学可以开始去注意的一个讯息 那考验力它所指的是如果一个研究要检验 要预测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话 那这个研究它所用的方法可以侦测到这个现象的成功率 那这个成功率就是所谓的考验力 那考验力呢就有是跟两个因素有一些关系 第一个因素就是样本数 那通常如果一个研究样本越多 它的考验力通常也越高 那在今天如果一个讲究那个油品质的研究呢 它通常会在那个报告的方法中有这样一句话 像是这个研究需要几位参与者才能有效测得预期效果 这样的像类似这样的文字 好那另外一个跟考验力有关的呢 是所谓的效果量 好那这个效果量稍后会再有一些例子做说明 我们但是我们我们我们只要说只要知道 现在只要知道的是它是代表是目标的现象 如果它你要去测量出来的话 它是实际的这个差异是大 或是一个多 是一个什么范围的量 那这个效果量如果越大呢 要侦测到那个现象的样本 一般都是比较少 那如果效果量小 一般的话都是需要比较多一些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跟样本数是一个成反比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再用这个例子 我们用一个比较 大家比较可以想象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考验力 跟效果 这是考 这是考 就是考验力在 在一个报告的资讯中的一个 说它的可信度所在的重要性 那这个是如果大家有看美国的电影或电视影集的话 大概都可以去 都可以知道像这两张照片中的房子都是美国中产阶级 大部分都会都所住的就是像是郊区的房子 不过上面这张照片 这个大家可以知道它像是靠近某个大城市的郊区 那下面这个就是比较像是比较远离市中心的一个郊区 有点类似上面的图就好像是在台北市 然后下面的图好像就是在花莲 那如果那就算同学可能还年轻 还有几年才要烦恼说买房子的问题 不过你们大家应该都可以去想象的出来 上面的房子的房价一定是比下面的来高 好不过这个现在讲的这个样子只是一个假设 那如果要去证实的话 还是需要去实际的调查 这个房这个每个地区的房屋的价格 那现在呢 有我们就提就讲两个调查的那个报告好了 其中第一个报告是只有比较一个城市 跟一个乡村的房子的房价 那第二个报告呢 是比较五个城市跟五个乡村房子的平均房价 那相信经过刚刚这考验例的解说 大家都会肯定第二个所调查的结果是比较可信的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也就是说明 呃 一个这个 这是一个那个考验例 为什么是是呃 是跟样本数有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 有一个呃 存就是存在一个正比关系的一个 大家能够见能能能能够去聊聊了解的一个例 一个例子 不过在这里这个例子也显示出 我们通常要要去测量的对象 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真正的知道 呃 真真正的差异或真正的效果 会有多大 所以我们其实需要呃 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同 有一些方法去估计说 我们要达到某个考验例 要能够测得这个差差差差差异 的样的样本数需要多大 好 那在 那在那个继续深入谈考验例之前 有一些事实要先跟各位说明 就是大多数的心理学的效果量都非常小 这意思也就是说如果要征测 要成功的去征测出一个所谓的心理学的效的效果的话 需要很大的样能才够 那这些小小的效果量的研究 通常都出现在比较应用性质的心理学领域 也就是像那个社会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工商心理学有非常多 这样的那个小效果量的现象 那有人说像这样的领域呢 必须一个研究必须要有至少200人 200位的参与者的样本 才能够支撑那个结论的可信度 那另外也有一个说法是认为 应该要根据题目去决 去来决定这个实际的样本要多少 OK 好 那考验例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 其实大部分状况下的考验例 是没有办法实际测的 只能够根据那个一些背景的 或者是先前已经有的研究资料 去估算要大概要有 要到多少人的时候 能够达到多少的考验例 那现在呢 在社会科学的有一个共识 就是建议一个研究 要能够保证可被 有比较高的可在线性的话 必须要考验例至少要有80% 也就是有80%的机会 如果说这个要检验的测量的效果 确实存在的话 有百分之能够在这样的样本数 能够有80%的机会 能够用这个方法 增测到效果的存在 那不过在实际上呢 许多的心理学研究 考验例都是小于80% 这个关键很简单 就是因为许多的心理学研究都是用那个比预期 比实际需要的还要少的样本数 另外就是研究者呢 对于真正的那个效果的 真正的效果量或者是那个组间的差异呢 的预期比预测的还要来得少 那不过还有一些比较更现实的问题 就是受限于研究的经费跟资源的关系 所以研究者能够收集的资料 是比是没有办法达没有办法达没有办法 就是支撑起这么高的能够达到这个这么高考验力的水准 那这些都是一些可能现实中 会就是影响一个研究可在线性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我们拿一个大家比较容易举例 经常在很多地方举例说明 就是我们来去看看那个男女的身高来去比较 那在这里就是用美国的那个人口资料来做举例 像是最近就是有调查就是显示 平均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呢 大约是180公分 那美国女性的平均身高呢 是165公分 那如果现在就是假设就是要 我们有办法就是接触到一大群的美国人 然后呢要直接找这群美国人来量量看 那个男生跟女生的身高 是不是真的是就是这个投影片上面这个数字的差异 那么要找多少人才能够去证实呢 如果说你觉得12人是有可能吗 好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摇头 那么实际上要找几个人呢 其实是其实女人其实是92人 我相信这个数字有可能会比一般有些人想的多 那为什么会这么会这么多 就是就是也就显示刚刚所提到的考验力跟效果量的大小 都是以都是随那个你的研究的那个对象 而或是题目而改变的 那那个在这个讲义呢 呃的那个创作这个教材的老的老师们 因为都是社会心理学家 所以他们有找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例子 那例如说要比较男女生的体重的话 那需要有90也是跟身高一样 大概也要92人 那如果说要比较呢 呃爱吃辣跟不爱吃辣的人 谁比较喜欢吃印度料理 那需要有52人 样本数至少要52人才能够去区别 那如果要吃要比较爱吃蛋的人 呃或是不爱吃蛋的人 谁比较喜欢吃鸡蛋沙拉 那需要有96人 好那最有那最后这个是一个比较 比较跟生命有关 跟个人生命有关的一个问题 就是吸烟者或是不吸烟者认为吸烟会不会致命的比例 那如果要得到那个比较可靠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呢 需要搜集288位的那个受访者才可以去确定 这些这些例子呢都显示出那个考那个即使是相同的考验例 那因为你的题目的不同就是造成那个在效果量的估计上会有些差异 那你们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样本数越多的那个题目呢 他们的效果量其实都是越都是都是比较比较比较小的 有出国 有 gust我就会认怎麼了 成哥 有 好了 我 有